广州是一个生猛的城市 生猛指的是广州人餐桌上的海鲜 也是指广州人精神面貌和思维方式 这句话的意思是 辛苦赚钱要懂得享受 但是要注意未雨绸缪哦 它反映了老广的勤劳务实低调 又生猛机灵可爱的广州精神 广州在别人的眼里就是一个繁华的大都市 当你来到广州之后 你会发现广州人其实是很低调务实的 每天的朝九晚五挤公交地铁 老老实实做人 用自己的汗水和努力换取相对应的调仇 广州的民众非常讲究实惠 从不做表面文章 外出示范有剩菜也会打包带走 夏天的时候你会看到大街小巷 会穿着背心短裤的人们 哦还有人字多 而过年时广东人的红包恐怕是全国最小的 不个踩头嘛 接下来就是广州人的生猛 广州人一旦遇到问题就会变通 解决问题 所谓创新就是灵活善变 是主动的自我颠覆 生猛的广州人说的就是这个 在中国的历史上常常是时代的弄潮儿 我们有十三行 粤海关 这种生猛的物识 或者就是我们广州人的底线思维吧 你还知道广州人除了生猛 还有其他什么特点吗